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作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 凯恩斯,人称战后繁荣之父 做过英国财政部顾问和苏格兰银行董事 担任过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 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影响深远 凯恩斯的主要理论就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了 为了方便介绍 我们把凯恩斯这本书简称为通论 我们先来回答一个小问题 这本书为什么叫通论 所谓通论 英文是General salary 字面意思是一般性的理论 整体的理论 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通论出版之前的正统西方经济学 被凯恩斯称为古典学派 凯恩斯认为 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 只是某种特例 也就是说 古典学派的观点在特定情况下才成立 而他自己提出的经济学 则揭示了更为一般和整体的规律 这就是本书书名里面通论两个字的含义 作为一名大学者 凯恩斯不仅指出了古典学派旧理论的不足 还直接建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 开创了一个有丰富细节的经济学新世界 为后来学者们的研究做了示范 例如 古典学派的学者们 对经济学概念或者原理经常模糊不清 术语不一致 核心观点夹杂在各种论述中 凯恩斯对这些概念与原理进行了细致的归纳于整理 甚至在通论开始的章节就认真地进行了各种术语的定义 如对收入储蓄投资的定义 凯恩斯试图把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数学与逻辑基础上 一方面让通论这本书很难读懂 另一方面也引导经济学向正规与专业的方向发展 通论的书名直接明白地告诉了我们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就业利息与货币 接下来我将为你一一解读这三个问题 最后介绍通论这本书对世界的影响 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业 在古典学派经济学家 比如像萨伊和壁谷等人看来 就业压根不是问题 资本主义不应该存在事业 萨伊是古典经济学派 继亚当斯密李家图之后 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 他是斯密的经济学说 更为通俗化和系统化 萨伊定律可以说是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之一 这个定律认为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在简单一屋一屋的商品生产社会 生产者之间直接交换产品 当一个劳动者生产出了一个产品之后 为了防止贬值 他有强烈的意愿 立刻把这个产品拿去交换别人的产品 这就相当于说 每生产出一个产品 就创造出了一份对他人产品的需求 因此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交换 自然平衡 社会没有生产过剩 也没有失业 萨伊之后的学者通过研究认为 即使劳动者不直接交换产品 而是通过货币中介交换 萨伊的美好结论仍然有效 资本主义就是不应该有失业 不应该有过剩啊 但是1930年代 全球经济出现了大萧条 失业问题非常严重 统计数据和鲜活的例子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真实的资本主义世界 显然存在大规模失业 面对这般现实 古典学者仍然坚持说 自己的观点没错 他们解释说 社会上的失业有两种 一种叫摩擦失业 就是工人换工作 需要一点时间 暂时失业了 另一种失业呢 叫做自愿失业 工人嫌工资低 自己不愿意就业 古典学者认为 大萧条中的失业 就是这两种原因造成的 所以啊 失业不是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出了问题 是劳动者自己的问题 劳动者换工作 或者罢工要求涨工资 这些原因造成了失业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古典经济学家 劝大家不要闹了 还是老老实实 降低工资 继续干活吧 古典学派的理论 听上去 太偏向资本家了 凯恩斯在通论 这本书中说 古典学派的教授们 可能也同行劳动者 但是僵化的理论 迫使他们宣称 失业问题的最终原因是 劳动者拒绝削减工资 其实啊 面对经济世界的现实情况 古典经济学者 对就业问题的观点 不仅错误 而且显得荒谬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呢 凯恩斯推出了自己的新理论 凯恩斯说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 描述的那种美好状态 劳动者除了换工作 和闲工资低 都能就业的情况 那是一种特殊情况 叫做充分就业 所谓充分就业指的是 只要一个人 有能力工作 并且愿意就业 就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 而且人们的工作 是有效率的 并非是一份工作 两个人干 吃大锅饭 在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 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 当然是对的 只有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 但问题是 社会啊 一般并不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那什么时候社会处于充分就业呢 简单来说 那就是当社会总需求 等于社会总供给的时候 凯恩斯的这个观点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 莫名其妙 萨伊以来的古典经济学认为 有供给自然就有等量的需求 所以任何时候 总供给与总需求 那不自然相等吗 总需求和总供给 怎么会有不相等的时候呢 但是凯恩斯说 不能这样假设 需求不会自动等于供给 真正起作用的是 有效需求 社会产品能够全部卖出去 这需要生产者 有足够的劳动报酬 有足够的货币购买力 如果生产者劳动者 获得的报酬不足 他没钱购买 那么社会产品就会卖不掉 出现过剩 1930年代 失业与经济危机的问题 关键是 有效需求不足 什么叫有效需求不足呢 按照凯恩斯给出的定义 有效需求 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而有效需求不足是指 由于各种心理因素 资本家不想投资 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消费者不想消费 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这些心理因素包括 怕赔钱 想存钱 已被不实之需 或者想炒股投机等等 有效需求不足 导致社会无法充分就业 甚至是发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 与经济危机理论中指出 资本家只考虑自己的投资与利润 却没有考虑工人的消费能力 会出现需求不足 因此资本主义会发生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理论听上去 和马克思有些像 所以当时有些保守主义者 比如美国前总统胡福 攻击凯恩斯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凯恩斯可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认为自己的理论 是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发展 只不过呢 传统的那套理论 是他的理论框架里的一个特例 凯恩斯根据通论中提出的理论 分析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原因 提出了解决方案 凯恩斯认为 想要度过经济危机 消除失业 应该提高国民收入 增加有效需求 让社会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与壁谷等人 让劳动者接受降薪的方案相比 凯恩斯的方案更为积极 进步 是意义很大的理论突破 通论破除了资本主义 自动充分就业的理论神话 指出了经济危机形成的原理 另一方面凯恩斯还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大弊端 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 比如存在实力者阶层 这个观察再次与马克思的分析类似 但是凯恩斯仍然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寻找解决方案 对于利息与货币的深入分析 使凯恩斯认为 实力者阶层的存在对制度是不利的 通论认为 可以通过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 让实力者阶层消失 凯恩斯提出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增加资本数量 让资本不再稀缺 这样的话 实力者就不能再坐享收益了 第二个办法是 让一些觉悟高的精英人物 贡献智慧和经营才能 用适度合理的报酬为全社会服务 而不是靠资本索取超额回报 我们总结一下通论第一部分的内容 凯恩斯认为 古典学派所谓只存在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的情况 是经济社会处于充分就业时候的特例 然而 现实世界中 社会并不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会有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提高国民收入 让劳动者有能力购买社会产品 从而减少生产过剩 减少失业 另外 凯恩斯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弊病 存在资本实力阶层 他认为 通过增加资本数量和道德感召 让这一阶层逐渐消失 接下来 我们解读通论的第二部分内容 利息 我们知道啊 一个社会不会把所有收入都拿来消费 而是会把一部分储蓄起来 比如 把收入的70%用于消费 30%储蓄起来 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 自然会全部转化为社会需求 那么用于储蓄的部分呢 古典学派认为 也会全部转化为需求 下面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来说明这个道理 人们将收入存到银行等机构 会获得利息 利息率越高 人们越愿意储蓄 利息率低了 人们储蓄的意愿则减小 另一方面 人们的储蓄会被银行等机构 用来放贷 如果利率低 投资者贷款的意愿就高 如果利率高了 投资者贷款的意愿就会下降 古典学派认为 只要有合适的利率 储蓄和投资就能够相等 所有的储蓄都会被作为贷款 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 而投资呢 会转化为对社会产品的购买 也就是转化为需求 这个时候 作为储蓄的收入 也全部转化为需求 当所有收入都转化为了需求 社会就没有过剩 也就没有失业 但是凯恩斯 不同意古典学派的理论 他认为 古典学派的模型过于简单了 实际的投资行为 除了受到利率影响之外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 那就是资本边际效率 简单来说 资本愿不愿意投资 除了看利率高低 还要看投资能不能赚钱 能赚多少钱 显然 凯恩斯的观点更有道理 就算利息率是零 如果预期投资赚不到钱 投资者谁会去贷款呢 古典经济学者 不关注资本预期收益 是因为那个时候 资本主义一直在迅速发展 只要商品生产出来 市场就很大 各种新技术也层出不穷 投资看上去总是有利可图的 整个社会 或者说资本家群体 对资本主义信心爆棚 直到1930年代 大萧条爆发 古典学者们才傻了眼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资本边际效率这个概念 是凯恩斯最重大的 经济学贡献之一 简单来说 资本边际效率是指 增加一份投资 可以得到的利润率 凯恩斯认为 社会资本是否愿意投资 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 与利润的关系 如果利润高于资本边际效率 人们倾向于存钱 反之就倾向于投资 因此凯恩斯认为 决定投资与储蓄平衡的因素 不只是利润 更重要的是资本边际效率 此外呢 凯恩斯还观察到了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现象 这个现象是说 随着投资增大 利润率会降低 这个现象是符合常识的 一方面 投资增大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多了 商品价格就会有下降的压力 这会减少利润率 另一方面 投资增大 想赚同样比例的钱 就更难了 比如说 雇佣的人多了 人就要涨工资 成本上升 利润率也会减少 这些日常经验 和边际效率递减 是相符的 收入少时 工资涨100元就开心了 收入高了 只涨100元 没有感觉了 因为资本编辑效率递减 投资越大 挣钱越难 所以社会上 会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 凯斯认为 要对资本进行投资诱导 凯斯并不是一个 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 他是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 但是 他发现资本主义制度 并不像古典学者 想得那么完美 人们会出于害怕亏钱 对未来没信心之类的 心理因素 减少投资 造成投资不足 消费不足 产品过剩 失业 经济危机等问题 解决办法是通过 种种措施 提振人们的信心 比如 诱导资本 积极投资 这与同时期 罗斯福新政的指向 是吻合的 接下来 我们解读本书的 第三个精华内容 货币 在古典经济学的 利率模型中 货币 货币无非是个计价工具 货币数量是无关紧要的 也就是说 古典学者认为 货币的利率 只和人们的储蓄 与投资意愿有关 一方面 人们增加储蓄 会让利率下降 利率下降 意味着投资成本变小了 这会导致投资上升 另一方面呢 人们增加投资 会让利率上升 利息上升了 又会让人们更愿意储蓄 所以 储蓄与投资 会互相自然带动上升 直到利率达到均衡值 储蓄与投资 正好互相抵消 社会自动完成调整 但是凯恩斯认为 这种看似自然的观察 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其他条件一样 货币数量不一样 利率就会不一样 利率和货币总量 有重大关系 古典学者的错误在于 他们认为 人对于货币 只有两种行为 要么储蓄收利息 要么投资赚钱 但是凯恩斯说 人们有时既不存银行储蓄 也不投资 而是留着现金 凯恩斯把这 称为流动性偏好 就是说 人们想留着现金 保持资金的流动性 或者留着容易变现的资产 放弃不易变现的资产 人们这样做 主要是有三种动机 第一个称为交易动机 平常过日子要留些现钱 收入越高 留的钱越多 第二个是出于谨慎动机 为了资金安全 把一部分钱以现金形式保存 以免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出事 第三个目的是 投机动机 就是去炒股炒期货 把钱放在投机账户里 在凯恩斯的图景中 利率是由流动性偏好曲线 和货币数量决定的 简单来说 人们的货币需求 与社会的货币供给数量相等时 对应的利率值 就是市场均衡利率 当货币数量发生变化时 会导致市场均衡利率发生变化 而非古典经济学者认为的 利率与货币数量无关 坎恩斯关于利息与货币的理论 为后来的学者打开了思路 通论指出 投资意愿是由资本边际效率 与利息率的相对大小决定的 而资本边际效率 由预期收益和投资成本决定 利息率由货币供给数量 和流动性偏好决定 坎恩斯提出的这几个概念 引发了经济学家更为深入的研究 比如 通过对货币供给数量的研究 经济学家开始对货币政策 做精细化研究与实践 比如 对流动性偏好的研究 让经济学家认识到 股市期货等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 再比如 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深入研究 又引入了重置成本等重要概念 至此 坎恩斯的通论中 涉及的主要理论概念 和理论框架 已经介绍完了 下面 我们回顾一下 坎恩斯经济学理论 与古典理论的区别 传统理论认为 生产获得的收入 会用于消费和储蓄 在利率的自动调节作用下 储蓄又全部转化为投资 这样一来 生产获得的收入 将全部转化为消费和投资 这就创造了等量的需求 从而不会有生产过剩 也没有失业 而通论指出 利率并没有这种神奇的调节作用 人们的投资意愿 除了看利率 还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 只有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利率时 人们才投资 随着投资增加 资本边际效率会下降到和利息相等 这时 投资总量一般是小于储蓄的 再加上人们的消费意愿 也会受心理因素影响 偏谨慎 投资与消费需求都不足 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社会因此出现失业和危机 无法实现充分就业 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常态 旧的理论仿佛在说 有了市场经济 有了消费 储蓄 投资 利率 这些概念 因为几个精妙的自然均衡 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应该一切顺利 跟货币多少都没有关系 社会只要按资本主义制度运行 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而且 这个制度 还符合人类图利的天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 已经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通过坎斯的理论 人们才完全认识到 经济学的复杂性 虽然坎斯通论中的理论 也不一定都正确 但对书中新思想新概念的研究 迎来了持续至今的 经济学大繁荣 接下来 我将介绍《通论》这本书 对世界的影响 第一 通论让人们认识到 资本编辑效率的波动 是经济周期的根源 经济周期非常复杂 此前古典经济学者 对经济周期的原因 众说纷纭 如杰温斯认为 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产品 产出波动 导致了经济周期 坎斯明确提出 经济周期最核心的基本特征 就是资本编辑效率的波动 在一些古典经济学者的观察中 经济处于繁荣期时 社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需要用高利息 让社会冷静 而在萧条期 社会就业不足的时候 问题在于消费不足 根源是财富分配 造成了过低的消费倾向 凯恩斯与古典学者的看法不同 他认为 虽然在繁荣期存在过度投机 但投资仍然是需要的 不能说是过度投资 不仅不应该用高利率 终结繁荣 反而应该用低利息 尽量延续繁荣 因为社会并非不需要投资 投资对于充分就业是有利的 低利率可以促使人们正常投资 避免幻想破灭而转入萧条 而在萧条期呢 不应该只关注提振消费 还应该关注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在萧条期 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会引发连锁反应 如股市崩盘 让人们信心大将 从而也影响消费 政府与社会应该采取措施 提升资本边际效率 第二 通论提供了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 最重要的一点 市场不灵的时候怎么办呢 找政府啊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 横扫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其严重程度 几乎让资本主义制度 濒临灭亡 在当时的情况下 通论这本书 甚至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救世主 而且世界各国 也纷纷采用了书中建议的政策 书中的一些名词 如有效需求 充分就业 流动性偏好 也成为了各国经济政策白皮书的 常见词汇 按凯恩斯的理论 政府主动干预经济 不可避免 通论认为 由于资本边际效率低减 经常会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 市场不能自发调整补足 甚至也不能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 后一种情况就是 通论中说的流动性陷阱 处于流动性陷阱的时候 利率低到不能再低了 投放再多货币 也不能促进投资 社会投资无法自发增加 经济危机越来越厉害 社会越来越萧条 怎么办呢 通论提出的办法是 由政府主动进行投资 破解社会经济的将死状态 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 既然社会已经没有办法了 投资就是不足 没法与储蓄平衡 社会大量失业 那么就只有靠政府来直接投资 使社会的投资总量等于储蓄量 让社会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 这个操作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多年以来都是经济理论焦点 第三 通论指出 想要实现国际贸易平衡 需要各国政府协调行动 早期的重商主义认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外贸顺差是好的 外贸逆差却是严重的危险信号 因此 在国际贸易中 要大搞国家干预 而后来出现的自由贸易论 则认为 不需要害怕外贸逆差 外贸机制会自行调节 主动的国家干预 不仅不用 还会失去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 凯恩斯对此进行了探讨 得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庸结论 他认为 某些特殊情况下 重商主义 关注外贸逆差 提倡国家干预的观点 是有道理的 但是国家干预不应该各自为战 而是应该协调一致 实施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政策 这又是一个具有通论特色的理论 重商主义 或者自由贸易论 都是特例 而凯恩斯理论 能处理更一般的情况 凯恩斯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 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 这两个重要国际机构的诞生 《通论》这本书内容很丰富 主题很明确 就是通过对古典学派 就业理论的分析与驳斥 把就业 利息和货币之间的逻辑 关联明确起来 在凯恩斯建立的 《经济学新世界》中 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 能自动完善运行的制度 而是存在失业 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投资不足 分配不公等问题 会发生经济危机 凯恩斯在制度内部 找出了各种应对办法 并因此促成了西方经济学的 革命性进步 通论成为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起点 凯恩斯的理论被不断改进 为世界各国频繁运用 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了解通论的思想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济现象 理解经济周期 以及政府的政策行为 这一切与每个人的生活 都可能息息相关 好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